大家好 我是给你们分享舞蹈知识的妈妈 之前不是教了你们怎么帮别人正确的踩金挖块吗 这次呢我们继续的往下进阶来学一下 怎么正确的帮别人躺地压前腿 哈喽 又是三图来正正的躺好 手你可以交叉的放在上面或者是双手齐平肩膀都可以看你自己 完了之后比如说把你的左腿抬起来 注意我们压的时候呢 那个人可以把他双手握脚外 现在我们能看到他的两个胯骨呢是正正的 都贴着地板的 有的人他老是不注意 然后被压的学生也不注意为了求高 怎么把腿压的高他的胯会掀起来 比如说你掀着胯来一次看到没有他的胯和腰已经扭到了 他的线就不是一个横线了他这个胯的腰就已经往上提了 这是不对的所以说要把屁股坐下来正正的坐下来 去压的那个人呢我们可以保持腿前以后 下面这个腿呢去把他的大腿给他控制住 不让他乱跑 比如说我的前腿呢去把他的胯骨给他抵住 让他的两条腿都在一个垂直的线上面不要去弯 保持一个竖线 摆正了啊正确的压腿呢是整个两个胯骨和腰是平躺在地下的 如果掀起来了特别是被压到这条腿的这一边 说明就是错的不对的啊 一前以后把它保持住 屁股不要掀 反正前腿尽量往外打开 在此基础上去一点一点的往下给他压 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 他的腿的松弛度不要一来就啪往下压 之前那个压胯的时候也说过嘛 先放松一下看他的那个胯根的筋骨的松弛度是怎么样子的 其实两个人的话人手不够 为什么呢前腿一压下去了呢 但是他后面的这条腿又敲起来了 所以呢我们在此需要第三个人干嘛 他要做的一个功能就是双手看一下他的膝盖在正上方 正对上方去用双手压他的膝盖的位置 不要让他翻开 你看一翻开之后这个胯骨也打开了就不对 躺下来正对前方 保持整个身体是一条直线的位置 小小马来做下示范嘛 扶着他的那个膝盖双手 对了把它正对天上压住哦 好的稳住哈 放松 紧着的 放松 放松 哈 放松有点点热哦 好的 好的 慢点慢点往下压 对了 很好 好一点点好多了 看来今天还是活动开的 对了压之前要记得活动一下 不能没有活动就来呀 要一定要活动 好的小小马数30秒 1 2 3 4 5 5 这时候应该有脸部特写 可惜没有了 7 8 6 4 4 2 5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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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压完了也要轻轻回来 通常按着麻辣手的习惯的话 一般就是30秒之后我还要使得压 今天算你表现得比较好就不压了 好的 起来 起 压完腿之后起来踢一踢吧 快点松一松 为了三土的忍痛 一定要记得数字 数字 数日三连 好 好 好